先给大家做超手吃 我们先来超市买点脚皮 超手皮 然后呢这个是我用下来特别好用的 看这个阿姨也在买 那我觉得像Marco这个超市是比较逛的 因为就是基本上家里所要的东西 包括我们在国内就是需要的那些调料啊 那些都是在这边能够买得到的 但是好像那个醋 我一直没有在这些地方买到过 就是那种老橙醋 我们踩一下队 好可爱 我踩我 踩这边总会忍不住买零食 我们在国内其实不会买这种东西 不过还好它每包都比较适合 那一到家呢我就先把这些葱和姜随便切一下 然后呢用温开水就是温水给大家泡成 到时候就是葱姜水 因为今天肉用的比较多 所以呢我泡这样大的一碗 那现在来早呢我们就先把我们的鸡油弄一弄 好那么多的鸡皮 然后一会我们就把它的油脂给它煤出来 现在我们的鸡皮鸡油已经出来一些了 我们放点花椒进去 给它去一下它的腥气 看它现在炒了少了炒了好久 然后现在呢鸡皮就是这个样子 油呢在这里 登登 这会把这个拿那种五香粉 朝着给它拌一下 又是很美味的人士的肉棉 看你们看你们 看你们棉味重不重 自己调一下 然后 胡椒 味精少一点 香油 然后我们开始搅拌 我们依次下入葱姜水 我们依次下入葱姜水 蒸几次 我每次就下一点点 然后呢搅拌 现在好的肉放到冰箱里 放两个小时 盖上 现在呢我们处理一下 打葱姜水 我给姜沫呢 加了一点点开水 就可以看到冒烟 我现在呢炒一点吃满 然后一会儿冲成锅 最后做调料 然后炒成这个颜色就差不多 磨成这个样子呢 磨成这个样子呢 就差不多了 我把它舀出来哦 我们现在呢烧一点热油 我准备办馅料了 热油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葱撒在葱上 那现在油已经比较辣了 我把它浇在葱上 然后呢我们就搅拌 然后呢我们就搅拌 人多呢我就烧了一大锅水 一碗的焯水能多放几个 我铺了这么一块地方 然后用保鲜膜把锅子蒙一下 然后呢这样的一碗温水 然后呢咱们的肉 这里好了 还有今天买的 很好吃的 馄饨皮 炒手皮 大家看一下这个皮真的超级好 而且很软 看一下屁事不干 Let's go 我今天马上不过去 Let's go 别走到那一步了 那我说那个我可经常没干 已经在煮了 饿不饿了 不饿了那不吃了好不好 哇哦 飘起来太可爱了 你看 清明剔透的 就说明这个面皮是真的可以 就说明这个面皮是真的好 你做这个面皮是真的好 我还没喝 真的好 那么什么 我来说明这个面皮是真的好 你来说明镜的 很郊重 我来说明镜的 有点子 就像是这样子 我来说明镜的 我们来说明镜的 我来说明镜的 我来说明镜的 辣椒一定要够 对 辣椒一定要是自己做的 做它怎么样 太过话怎么做还是 给妈 是这么说的吗 我给你拼一下 叫给妈 给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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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妈 阿伯妈 差点味道 阿伯妈